亚太报道 美国情报部门的报告质疑中国疫情数据造假 偏远藏区手机信号差 学生要翻山越岭上网课 中国口罩质量差却得到外交部力挺 台湾捐赠一千万口罩给十来个国家 被赞是真朋友 下面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在中国民众的注意力 都集中在新冠疫情的背景下 四川亮山离足自治州西昌庐山的一场大火 又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了另一场悲剧 3月31号凌晨 当地19位救火人员 集体牺牲在铺救森林大火的途中 而在去年的同一天 亮山州也有31名消防员和民众 因为森林火灾牺牲 为什么悲剧屡次上演 是否有其制度的根源呢 新听本来记者王允的报道 就像大火烧了三天三夜 从3月30号下午开始 到4月2号中午才基本止住明火 整个过火面积超过了1000公顷 梁州的大山里 这个季节本就多风 火灾颇为寻常 但这次火灾导致的伤亡 却颇不寻常 根据西昌本地政府公布的名单 这次火灾中牺牲的19位救火人员 包括从临近的宁南县赶来支援的 18位救火队员和一位当地向导 综合各方面的信息 他们牺牲的原因是在去往救火地点的途中 风势加大 助长火势 让他们无法撤退 推特账号为欧文思杰的推友 亲自参加了本次救火行动 他发表推文 印证了上述训难地点的情况 他匿名告诉本台 他在现场从对话机中 听到这些队员牺牲的情况 这位受访者不愿意用自己的声音 我请同事代读 队员们都在坑地躲避火灾 21个人抱在一起 想着靠避自己高一节的土地来躲避火灾 但是火实在是太猛烈了 大的让人无法预料 在最外面的人已经烧得不成形了 最后在只有坑里最里面的几个人 活下来了 这位受访者认为 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 有当地的指挥中心冒进的问题 虽然这些外来的救火队员 不熟悉当地的情况 但发生火灾时 当地风势多变 指挥中心过于急躁 还没有弄清火势的方向 就贸然让队员们上山 并且中心低估了火灾等级 没能及时派出直升机等设施 19名地方救火人员的牺牲 让人们迅速联想到了去年同一天 同样隶属梁州的牧里县发生的火灾 当时也有27名消防止战员和4名地方救火人员牺牲 推友欧文斯杰告诉本台 可能也是因为去年的那次重大火灾 政府要求迅速控制伤火 所以才酿成了这次的惨剧 在官方公布的牺牲名单中 这18位牺牲的救火队员 最小的不到25岁 最年长的47岁 据中国澎湃新闻网的调查 这批救火队员属于去年底才组建的 宁兰县森林草原防灭火专业扑火队 全队81人 他们平时有专门的训练 实行准军事化管理 但这支队伍属于民兵性质 存在很大的局限 参与了救火的推友欧文斯杰在推文中说 这些消防队员基本身份是农民或做小生意的 消防只是兼职 他们当消防队员的薪酬是由当地政府财政拨款 因为当地的财政紧张 他们每个月都只有1500元人民币的工资 并且只发半年 一位退役的中国消防兵匿名告诉本台 他认为 目前的消防体制有体制内外的差别 这批宁男的队员属于体制外的临时人员 专业素质不够 受访者不愿意用自己的声音 我请同事代读 因为他们年龄都偏大 正常的体制内的年龄这么大的 都是有专业岗位的 这位退役消防兵提到的体制 是中国政府2018年改革之后的消防制度 2018年10月 实行60多年的消防兵体制 正式退出历史舞台 原公安消防部队全部转交中国应急管理部 现役编制转为行政编制 应急部成立了消防救援局与森林消防局 这种消防体制存在国家队与地方队的差别 据财新网报道 所谓国家队是由中国应急管理部管理 而地方队由各地方政府负责 这些地方队主要从事预防工作和打小火 而不是应对大型火灾 前面那位退役消防兵指出 由应急管理部直接管理的消防队 有明显的优势 改革之后新招募的消防救援队员 有三年的试用期 主要进行技能培训 跟班作业 积累经验 三年之后才正式开始处置火情 而地方负责的消防队伍 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 像东部沿海的发达城市 装备精良齐全 地方的私企救援队装备也更好 而地方财政情况不好的地区 救援力量特别糟糕 3月31号当天 西厂当地一位居民 在路上偶遇了政府的急救车 把因为救灾而受伤 但未能挽回生命的救灾人士的遗体拉走 他在推特上公布了路上视频 并留言说 全场很安静 所有警察敬礼 老百姓都鸣笛致敬 伟大的救灾人员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 希望不要有人牺牲了 四川省委书记彭清华 当天对外表示 要痛定思痛 狠抓落实 绝不能屡屡重蹈负责 自由亚洲电台王允 华盛顿报道 继多国推出临时措施 禁止粮食出口后 靠粮食进口的中国 近期出现粮食短缺的征兆 尽管中国官媒宣传 中国粮食充足 甘肃临下周一份内部文件显示 当局要求每户居民存粮 三至六个月 有网民因为呼吁购买粮食而被捕 请听本台记者乔龙的报道 爆发于武汉的新冠肺炎 已经肆虐全球 引起中国民众 对粮食需求产生恐慌心理 湖北重庆等地出现了抢购潮 中国新华社等官方媒体 多次强调中国主要粮食充足 不过一份署名中共临下周委办公室的 所谓秘密文件 最近在网络热传 该文件显示 3月17日临下周委召开专题会议 就粮食安全工作进行专题安排部署 其中写道 周委、州政府和各县市要通过多种渠道 千方百计调运储备粮食 牛羊肉、油盐等各类生活物资 同时要引导动员群众自决存粮 确保每户储备3至6个月粮食 以备不时之需 湖北居民毛先生周四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 他也看过这份文件 有约14亿人口的中国 乃是全球最大的粮食进口国 其中近80%的大豆需依赖于进口 每年还要进口超过1亿吨粮食 武汉居民孙大卫对本台说 近期武汉等地出现抢购大米 中国商务部近几天亦向各省市部委发出通知 要一方面做好防疫工作 也要确保重点城市供应充足 最重要的物资就是大米、面粉、食用油、鸡蛋等主要粮食 新京报周四报道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首英说 目前粮食的生产端和供给端并未出现问题 但在多个国家封国封城的背景下 部分粮食供应链暂时中断 在刘首英看来 目前中国粮食的问题不是总量问题 而是结构的问题 有网民在推特留言写到 湖北、鄂州等地出现抢购粮食及副食品的场面 当局折令店铺关门停业 居民、毛先生对本台说 本台接到多位网民反馈信息称 最近中国多个微信群群主被公安约谈 要求网民不要议论疫情 议论防护用品以及抢购粮食等负面议题 要宣传正能量、歌颂祖国、战胜疫情等 两个月前海南一名女子应在手机微信发信息 叫轻油买米被警方已传谣拘捕 对此网民朱女士对本台说 官方同时强调稳定粮食价格 确保粮食安全 新华社周二报道 湖北省粮食局出台18项具体措施 稳住老百姓的米袋子 湖北之声周三报道 湖北粮食局称 湖北粮食库存够吃一年以上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看似逐步受到控制 但个别地方出现漏洞 河南省甲县由于发现多名武汉肺炎患者 需要封闭社区 事件再度引发舆论对无症状感染者的关注 请听记者高峰的报道 原本已经解除封锁的夹县 星期三再度进入封闭状态 县防疫办公室宣布 全县再度封村封销区 所有人员凭证出入 测量体温佩戴口罩 不再实行凭健康码出入 除了超市医院和菜市场 其他商店一律停业 并且对一些企业实行停工停产 当地有居民表示 早在星期二已收到消息 官方要求民众购买日用品和蔬菜 为封城做准备 当局之所以严阵以待 据了解是因为发现 三名武汉肺炎无症状感染者 他们均是甲县人民医院的医生 在上月中旬曾一起用餐 其中一名医生曾经去过武汉旅游 回甲县后自行隔离14天 用餐时已隔离期满 三人其后先后接受核酸检测 从武汉回来的医生测试结果为阳性无症状 另外两名医生则列为无症状感染者 河南一名清洁女工上星期确诊武汉肺炎 据了解她曾经和其中一名 无症状感染的医生用餐和同车 与三名医生曾有密切接触的53人 均要接受医学观察 甲县位于河南省中部 与郑州市距离不远 一名化名姓洪的河南居民认为 当局再度封城是可以理解的 周边的城市有驻马店市 然后许昌市 洛阳市 郑州市和南阳市 然后通过平底山然后到许昌 许昌下面一站就是郑州站 开车的话应该是在用一到两个小时左右 郑州因为它是整个省的一个经济中心 对于全国来说 郑州也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 交通啊 然后四通八达 然后通向全国各地的 他说 受到当局的宣传攻势影响 河南居民对于防疫已明显松懈下来 官方的一些虚假宣传嘛 好多人就已经相信这个疫情得了控制 好像是基本上然后生活 像恢复到往常一样 但是还是 但是最上现在还是有一些人 然后选择戴口罩嘛 但是也有一部分人摘掉了口罩 然后像正常 像网舱一样的然后出行 把这个消息报道出来应该也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可以让更多人然后再次提高这个紧急 事件也再度引起外界 对武汉肺炎无症状感染者的关注 中国卫生部原中国健康教育研究所所长陈炳中表示 从夹压现的情况看来 全国的无症状感染者远远超过官方声称的一千多人 国家卫健委从星期三开始定期公布 无症状无症状武汉肺炎患者的状况 但陈炳中认为这一步来得太晚 那么中国为什么中国是怕你呀 检测出来越多 我的责任就越大 我的责任越大将来我的官帽就保不住了 他们一切都围绕着隐瞒 隐瞒干什么 那就推卸责任 推卸责任就保证你的权利和官帽啊 根据中国官方星期四公布的数字 无症状感染者新增55起 同日有9起转为确诊病例 目前仍有1075人接受医学观察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分香港报道 新疆伊犁一名哈萨克族男子 去年被当局判刑19年 同年被医院诊断患有白血病 医生建议做干细胞移植手术 但当局拒绝家属申请保外就医 详情请听记者乔龙的报道 哈萨克族男子恰特何 2018年5月上旬在中国新疆被捕 其后被判刑19年 他的姑姑通过翻译告诉本台记者 夏提克德列提1988年12月2日 出生于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查普查尔西伯自治县 吉原布拉克镇67团8年 2018年5月5日没有上级的通知 就当地派所把人给无缘无故的拘留 判19年 现已成为哈萨克斯坦公民的 查特何的姑姑说 查特何被判刑前已患有白血病 每个月仅医疗费就要花费3万元人民币 医生建议做肝细胞移植手术 但监狱方拒绝查特何宝败就医 查特何的姑姑说 他的侄子并未触犯中国法律 在2018年的大抓捕中被送入官方所说的教育培训中心 后被法院重判 查特何的保外就医申请书显示 被申请人于2014年10月27日 被新疆建设兵团农四十医院 诊断为慢性烈细胞白血病因病情严重 于2014年11月7日 转到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住院治疗八天 2017年两度去北京住院治疗 但因无力承担高昂的治疗费用 只能中途放弃治疗 2018年4月10日 查特何的病情再次复发 入驻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 每月要费3万元 同年的5月18日被捕 其后被判刑 目前当事人及家属 向当地司法部门提出保外求医申请 另一位哈萨克人努尔扎提告诉本台 他在新疆祸城的大哥 布列斯白克伊尔买克八一去年被判刑12年 他说 布列斯白克家人提供的材料显示 布列斯白克生于1971年3月24日 居住在霍城县新疆建设兵团 小马扎光明路084日 2018年10月被判刑 努尔扎提说 他的大哥从哈萨克斯坦返回中国后 被当地公安没收护照 关进所谓的教育培训中心 其后在没有罪名的情况下 判刑12年 努尔扎提呼吁欧盟 美国等西方国家向中国政府施压 释放包括他的哥哥在内的 所有新疆少数民族穆斯林 自由亚洲电台曾多次报道的 新疆清河县人民医院护士长 萨乌利·米勒泰在拘禁营 被指摔倒致残 目前人在中国新疆 他在哈国的丈夫金格斯 近期对本台说 新疆当局不准他的妻子出国以家人团聚 金格斯的妻子沙伍列的情况 希望2019年1月经本台报道后 当局准许其居家养伤 一度恢复他的福利待遇 包括发放全额薪水 并送上慰问金 但数月后 清河县政府官员突然改变方式 指金格斯在海外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 于是停发金格斯的退休金进行报复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乔龙香港报道 受武汉肺炎疫情的影响 中国多数学校开设网课 但是在偏远的藏区 因为网络覆盖率低 农牧民的子女被迫翻山月嶺 寻找手机信号 中国当局在西藏边境地区 实施奖励政策 强迫藏民协助警方维稳边空 详情请听本台特约记者丹真的报道 因受武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中国教育机构从今年二月中旬 在多地学校开设网络授课 但是这一教育模式 却不适用于偏远藏区 当地农牧民抱怨 不少偏僻的牧区 人处于无网络状态 即使有些地方有网络 但是因为信号不稳 无法让子女正常上网课 一位要求匿名的四川甘兹籍藏人 日前向本台表示 从上月开设网络课程以来 不少牧区家长都叫苦连天 纷纷指出 只能冒着风雪 陪子女翻山越岭 寻找手机信号 在家根本没有网络信号可以上网 即使部分牧区可以联网 但是因为信号太差 网课持续卡顿 另外考虑到疫情尚未控制 有些地区还传出 确诊患者出院后复发的消息 因此家长担心子女复课后 交叉感染的危险性极大 另一位不愿据名和录音的 甘兹籍消息人士对本台说 甘肃甘兹州进来推行网课之后 因为当地网络覆盖难度大 在牧区信号十有十五 当地学生不得不步行数十公里 踏雪爬至山顶搜寻手机信号 即使连上线 但是因为平反断网 根本上不了网课 此外中国当局进来在西藏边境地区 针对试图出讨印度 张贴西藏独立标语 策划自焚事件 成立非法组织等 设立举报奖金标准 强迫藏民协助边防军警 维稳控边 一位要求匿名的藏人知识分子 向本台独家提供当局的一份文件指出 目前西藏边境区已经陆续恢复开放 但是当局按照其一贯的政策 以不同的奖励 要求边境地区的农牧民提供举报 揭发非法行为的线索信息 举报非法出入境和印度变明过境防目 仅奖励500元 而政府重点奖励的是 所谓的重点人员非法出入境 在边境进行反动宣传 闪挂反动标语 策划自焚行为 如举报重点人员 在管载逃人员非法处境 奖励1万元 对指报舌头奖励1万元 对指报非法出入境组织者 则奖励3万元 消息人士表示 中国当局还设定了 破坏边境稳定各类行为的 举报奖金标准 如举报携带反动宣传品 入境的信息或几多组织 在边境进行反动宣传活动等 奖励2千元和1万元 指报非法组织信息 奖励2万元 指报藏度标语和服务者 可获奖励1万元 指报企图进行破坏活动的声明 奖励2万元 有关在边境进行自焚抗议信息的 奖励金额出额不下 消息人士还透露 西藏亚东边境村 住村干部以经藩过多 影响村荣为由 从3月1号在当地开展 经藩赚金桶等宗教用品 清理行动 主要是通过这种打压 来防止3月10号 西藏自由抗暴日 发生任何形式的 抗议活动 其次是企图消除宗教影响力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单真的采访报道 随着新冠疫情蔓延全球 越来越多的国家 开始加大指责中共掩盖实际疫情 美国情报机构近日就向白宫提供了一份 机密报告中称 中共瞒报了新冠疫情的实际感染总数和死亡人数 本周三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简报中说 自己尚未收到这份情报 不过 他说 中国的数据似乎有点偏低 我这么说已经是客气的了 美国国务院免疫学家伯克斯周二也表示 中国的数据让人错以为新冠是另一场SARS 而非全球流行病 他说 因为我认为可能瞒报了大量数据 因为我们看到后来在意大利发生的 而后又发生在西班牙的真实疫情 截至4月2日中午 中国通报8万多起确诊病例和3000多人死亡 美国通报超过21万起确诊病例和5000多人死亡 成为全球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萨斯在一份声明中说 在新冠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过去撒谎 现在撒谎 以后还会撒谎 以此来保卫政权 仅就武汉死亡人数为例 官方通报为2000余例 本台记者乔龙从武汉七家大型殡仪馆的骨灰数量盒 估算出死亡人数约为42,800人 据财新消息 武汉仅汉口一家殡仪馆 一天之内就订购了3,500个骨灰盒 中国对彭博社的指控做出了迅速的回应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高级研究员黄延忠 一日对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表示 中国的数据基本基于科学和证据 且瞒报无任何意义 如果说中国数据不可信 那全世界所有国家现在的数据都不可信 不仅仅是美国 欧洲国家也陆续觉醒 据英国《每日邮报》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3月29日严厉谴责中共假信息 科学家警告他说 真实数据应该是中共通报的15到40倍 法国多家媒体比如《世界报》《巴黎人报》也提出 北京公布的死亡数字令人难以置信 彭博士还指出 中国续报数据并非孤立 伊朗 俄罗斯 印度尼西亚 沙特阿拉伯和埃及都有类似嫌疑 旧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 华盛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已经影响全球203个国家和地区 确诊人数逼近百万 加拿大周四确诊人数破一万 政府评估最快要到7月份才能够恢复正常生活 有舆论指责中国隐瞒疫情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低调回应说 现在不是追究国际责任的时候 请听特约记者柳飞的报道 加拿大的新冠状病毒疫情在3月急剧恶化 3月1号当时全加拿大只有24个病例 但4月2号已经突破1万个病例 死亡人数亦达到近130人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周四与各省和地区首长召开紧急会议 商讨该国全面的防疫计划 并整合各省数字 以推算出更科学的估计模型 未来几天将公布加拿大疫情模型预估数字 目前加拿大民众生活已经处于半歇息状态 学校停课 商店多半关门 政府要求民众尽量待在家中 除非必要不要出门 联邦政府内部文件显示 疫情最高峰尚未到来 恐怕到7月之前都不可能恢复正常 总理特鲁多说 我们可能还要历经几个星期 甚至几个月的封锁状态 会多快结束要依赖每个人所为 要待在家里 自我隔离 去超市购物一周一次就好 不要去一天就去了好几个超市买东西 美国情报当局向白宫提交的机密报告显示 中国政府隐瞒疫情 包括漏报确诊及死亡总数 更有不具名美国官员以作假 来形容有关数据 加拿大记者询问特鲁多 是否相信中国的信息呢 特鲁多采取四两拨千斤的方式 回应了问题 称疫情爆发以来 各国就互相分享信息 加拿大政府会仔细分析信息的情况 我们要谨慎地分析了解其信息 当然其中会有很多疑问 包括其他国家是如何处理疫情的 但谁做得好 做得不好 谁在世界这个大社区中没有尽责 这是之后再讨论的 我们要先遏止加拿大的疫情 加拿大温哥华人权关注组 发起人之一张新宇表示 特鲁多和他父亲都是比较亲中的 不想直接冲撞中国并不令人意外 但如果加拿大疫情不断恶化 最终引发民怨 特鲁多政府恐怕终究不得不向中国 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踏伐行动 把你的这个传染病的那个 这个程度啊 就是严重的程度 你降低以后的 你导致了其他国家误判 然后导致了其他国家死掉的人 全是这个责任就追到你啊 就追到哪一国家这样做 都是他就是反人类的 那个责任就是中国和世贸组织嘛 特鲁多政府将和各省和地区政府商讨 是否要公布全国紧急命令 特鲁多强调 如果各省用尽了所有权力工具 最终还是需要联邦下达全国戒备的紧急状态 联邦自然会启动紧急法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柳飞温哥华报道 近期中国制造的口罩品质屡遭质疑 欧美国家开始自行生产医疗用品 尽管中国官方一再力挺 中国称霸医用物资供应链的情况 正在发生改变 那些为了满足全球口罩需求量 而纷纷转产的中国企业出路如何呢 请听本台记者韩杰的报道 由于中国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初期 大肆在全球抢购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品 造成全球医疗物资严重匮乏 然而负责全球一半口罩产量的中国 近期实施抗疫外交 向欧美出口巨量口罩 但却因口罩品质不达标 而被质疑和回收 其中荷兰卫生部就发声明表示 发现收到的130万片 注明了KN95等级的中国制口罩 未能紧贴脸部 及过滤病毒功能不合格 因此下令回收60万片 已经派发到各医院的口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二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辩解称 中方的企业发货之前 已经明确地告知何方 这批口罩是非医用口罩 出口报关手续也是以非医用口罩名义来履行的 他还警告说 个别媒体在未弄清事实之前 炒作所谓的中国产品质量问题 是不负责任的 为了应对全球口罩需求量的激增 中国不少企业新增转型生产口罩 据企查查专业版数据显示 自2020年1月1日至2月28日 中国全国医疗器械企业新增量超3万家 当中有近3000家新增企业经营范围 涉及口罩生产业务 包括纺织服装企业 也转占口罩防护服的生产 有网友在推特爆料称 中国春节期间大部分企业停工 有部分人士看到口罩的商机 以一天200至300元人民币 临时聘请一些 未经针线技能培训的工人做口罩 除了质量问题外 外界还担心大批企业 转产生产口罩会导致产能过剩 对此 美国南卡大学商务教授谢田 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 我们也不知道口罩生产的快点 什么时候到来 瘟疫过去了 它的经济应该会有问题 所以因为它结构上的问题 就出现了实际上衰退 贸易战又把它打得一距不正 然后再加上这个瘟疫 因为它现在出口味道 像经济呢 就打倒了很多 产业链转移了很多 可能随着到两亿人以上的那种失业 这个的话 它又没有内需的市场 所以中共为什么它现在就是说 帽子批命连着人民开工生产 针对中国企业的口罩生产状况 记者致电一家在湖北前江的 医用材料公司 这家名为江河医用材料 有限公司的负责人表示 该公司每天销售200万片口罩 至中国及世界各地 值得注意的是 就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表示 可能向民众建议在公共场合戴口罩 预防病毒传播后 洛杉矶市长2日率先建议市民戴口罩 除此之外 美国国会民主党籍议员班奈特 及共和党籍议员杜美 也加入支持戴口罩的阵营 随着美国防疫意识发生改变 市场对口罩的需求量在未来的时间里 应是有增无减 但鉴于中国产口罩质量的问题 个人防护用品供应量或会有巨大的变化 谢田认为目前已经看到供应链 从中国外移的现象 纪外周电台记者韩杰 华盛顿采访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之际 中国借口罩外交 宣传中国展现大国担当与全球领导力 接受援助的欧洲国家 真会买单中国方案吗 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两个欧洲国家 意大利和西班牙的驻美大使们 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请听本台记者郑重生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意大利的驻美大使威利奇欧 和西班牙驻美大使卡巴纳斯 都是经验丰富的资深外交官 两人二号在美国 美瑞迪恩国际中心举办的 一场网络研讨会上 讲述当前欧洲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的形势 他们都表达大义当前 国际协调合作的重要性 也都对美国提供的协助表达感谢 身处华盛顿这个全球政治中心 两个人对疫情当下 全球领导力谁领航 这样的话题也有备而来 自由亚洲电台在会中问到 欧洲国家是如何看待 中国试图借着疫情蔓延 输出所谓的中国模式 标榜中国的全球领导力 威利奇欧的外交官风范 充满意大利人有话直说的直率个性 我们意大利并不天真 我们清楚得很 是的 中国政府和中国企业 正提供意大利急需的医疗器材 但同时我们完全了解 我们不该接受中国 借由所谓软实力公众外交 试图输出的那一套论书 他强调也就是因为 对中国这样的宣传行动 更彰显了全球合作协调的重要性 他说大意当前 意大利对所有的国际合作持开放态度 但意大利对自身的价值观与利益 心知肚明 不会陷入这种短期的战术赛局陷阱 事实上 中国办口罩外交 在意大利引发不少反感 就有国会议员质疑 部分医疗用品明明是意大利向中国采购 北京却说成是捐赠 另外包括了捷克 西班牙与土耳其都指出 向中国采购的检测试剂品质欠佳 西班牙从深尊一家名为 益瑞生物公司购得的试剂盒 准确度只有30% 低于厂商声称的80% 对此 两位外交官在会中并未多坐琢磨 而曾经经历威权政体的西班牙 对威权体制与民主体制的 维基管理模式展现不同特色 则是非常警醒 卡巴纳斯不断强调欧洲联盟 此刻展现团结的重要性 同时也必须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尤其在应对疫情后的经济危机上 他说民主若不能展现 善致的效率与团结 会给欧洲民粹主义加添柴火 卡巴纳斯说 疫情过后可能加剧欧洲的贫富差距 我们得现在就着手准备 否则会出现很危险的趋势 也就是在欧洲 国族主义与民粹主义声势会更猛 质疑民主体制没有效率 这会让威权主义复辟 当然这并不竟然是如此 只要我们现在就认识到问题 卡巴纳斯还说 中国特殊的社会结构 在应对危机上 是否真的展现了更高效率 中国的软实力 及中国的专制治理模式 是否真的更吸引人 他认为 这会是全球长期将持续论变的课题 他和威利奇欧都强调 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应对疫情时 会确保人权 民主与自由 这些两国长期信仰的价值不能被牺牲 根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统计 欧洲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国家 是意大利及西班牙 分别都有超过了10万起的确诊病例 死亡病例也都已经超过了1万人 法新社则统计 全球新冠肺炎确诊人数已达94万例 其中欧洲就占了超过50万人 与半数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郑重生 华盛顿报道 台湾捐赠1000万片口罩 支援欧美11个国家和友邦 美国 德国 法国 英国 荷兰 比利时等10国 受赠国的驻台代表 纷纷在社媒表达感谢 美国称台湾是真朋友 德国说是及时雨 欧盟支委会主席则在个人推特 肯定这是团结之举 有欧美网民呼吁 应该让台湾加入世卫组织 这是一个属于正义的问题 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 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总统4月1号宣布 台湾基于人道考量 将捐赠1000万片的口罩 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 欧盟驻台代表高哲夫在推特推文说 台湾帮忙已经成为新的关键词的标记 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范德莱恩 在个人推特声明 感谢台湾捐赠560万个口罩 全球性病毒需要国际团结合作 台湾的行动证明团结更强大 台湾中央通讯社报道 这是欧盟执委会主席 首度针对台湾发表声明 意义重大 台湾的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2号表示 外交部我们对此表示欢迎跟肯定 我国政府将持续地跟欧盟合作 来对抗新型冠状病毒 使疫情尽早结束 美国在台协会脸书登出 AIT处长丽英杰1号拜访 并感谢台湾中央流行 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 AITPO文说 感谢蔡总统宣布台湾将慷慨捐助口罩 台湾的的确确是真正的朋友 德国在台协会处长王子陶则说 真的是一场即时雨 我们表达由衷的感谢 英国 荷兰 比利时 波兰 法国 斯洛伐克 以及澳洲的在台办事处也都发表文章 感谢台湾的慷慨协助 捷克和台湾签署了共同的防疫协定 布拉格市长赫瑞普就说 台湾捐赠给布拉格的都是礼物 而中国从来都没有给过我们 他们给我国的装备都只是用卖的 给我们的纳税人们 这绝不是礼物 更不是人道救济的物资 蔡英文2号被问到 各国对台湾捐口罩表示感谢 他说 美国截至2号确诊超过21万人 死亡突破5000人 住在确诊7000多例的 佛罗里达州的美国人Chris 多次造访台湾 他每天阅读台湾的新闻 对于台湾捐赠口罩给美国 他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谢谢台湾 Chris认为台湾因为很严肃地看待疫情 人人都戴口罩 所以疫情控制得很好 台湾还是一个很棒的国家 非常乐于帮忙全世界 对别的国家是很好的榜样 而听到台湾捐口罩 遭北京质疑 就疫情搞政治操弄 Chris说 台湾不是在搞政治 是要帮忙 现在的时间 大家能帮忙就帮忙 譬如说 如果你看到一个人 肚子很饿 没有东西吃的话 你当然会尽量帮忙 看能不能给他一点食物 意大利确诊已经11万例 死亡接近1万3千多人 自由亚洲电台采访 米兰近郊 Daniel Fucci Daniel是台湾女婿 他表示说就是对于他们来讲 因为现在意大利有很多新闻 就是从中国送来的口罩的那个品质 是没有过欧盟标准的 他的个人是认为就是如果台湾可以送 这样子的口罩 他们比较相信这样子的品质 当然现在任何人送口罩 他们都是很开心的 不管是谁 他说本来台湾就是独立的国家 因为疫情的数字本来就是分开在算的 他觉得要不要搞独立 跟送口罩是两回事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 台北报道 武汉肺炎疫情严峻 各国竞相采购医疗物资 法国订购的口罩 险些被美国高价拦截 鉴于口罩紧缺 法国总统马克龙决定自主生产口罩 而台湾捐赠给欧盟的560万片口罩 也获欧盟执委会主席发文感谢 请听特约记者蔡玲发自巴黎的报道 欧洲和美国的武汉肺炎疫情 一发不可收拾 口罩的需求大量增加 争相向中国采购 法国两个大区的区长2号就爆出 从中国订购的口罩 与中国复运时 在停机坪 险些被美国进口商 以3到4倍的现金价格当场买走 法国大东区是重宅区之一 区长罗特纳2号谴责美国 以高价抢夺法国在中国订好的一批口罩 又表示这并不是个别例子 罗纳特说明 这批口罩本来是法国在中国已经预定好的 但在中国机场的停机坪上被美国人买走 他说 这很复杂 我们全天候奋战就是为了让口罩到货 在停机坪上 美国人拿出现金 开出了比法国订单高三倍或四倍的价格 因此真的需要为之而战 大东区已向中国预定6000万片口罩 1号收到了从上海寄到的200万片口罩 普罗旺斯阿尔卑斯蓝色海岸大区 也向中国预定6000万片口罩 正在往法国的路上 区长穆塞里爷也说 今天早晨 在中国的停机坪上 美国人以现金购买了法国的一份订单 要飞往法国的飞机 直接飞往美国了 面对这些问题 我正在努力确保货物的安全 以免被他人扣押或购买 口罩现在已经被视为战略物资 之前一架载有850万片口罩的运输机 从中国飞抵巴黎时 为保障周全 战机升空巡逻 并且直接将口罩运往卫生部的仓库 沿途有100名宪兵及警察全程监控 仓库则有宪兵日夜守护 防止被抢劫或盗取 为缓解口罩紧缺问题 法国卫生部之前已向中国订购10亿片口罩 总统马克龙意识到医疗物资自主的重要 决定要大量自产口罩 提出了希望在年底之前 让法国在生产口罩的领域完全独立自主 一个由四大工业组成的联合企业已经成立 无论是N95口罩 还是手术用或其他的口罩类型 马克龙说 到四月底我们每周将拥有法国制造的1000万片口罩 我们将继续维持这个生产力 这些口罩从弹绳到面罩的所有材料都在法国制造 我们要重建法国和欧盟的主权 加强法国的制造业 并恢复法国的独立自主 鉴于欧美疫情严重 台湾政府决定展开国际援助 捐赠1000万片口罩 支援疫情严重国家 欧盟执委会主席范德莱恩 一号晚上首度针对台湾发文 感谢台湾捐赠560万片口罩 他表示 这种全球性病毒爆发 需要国际团结与合作 他代表欧盟感谢台湾此时此刻 以行动展现团结 范德莱恩二号也发出向意大利致歉的信函 因为欧盟对武汉肺炎大流行的反应迟钝 他在意大利媒体上发表标题为 我向你们致歉 欧盟与你们在一起的信中 对欧盟的迟缓动作表示歉意 他表示 今天欧盟正与意大利一起动员起来 但并非总是如此 必须承认到 在危机开始时 面对欧洲共同应对的需要 太多的人只考虑他们国家的问题 范德莱恩说 欧盟将采取主动行动 来帮助受影响最大的国家 尤其是意大利 范德莱恩提到的主动行动 就是欧盟执行机构2号提出的 1000亿欧元计划将直接从金融市场借款 由成员国提供250亿欧元的担保 以支持整个欧元区范围内的保护就业方案 这是欧盟到目前为止最宏大的举措 要帮助各国减轻疫情危机造成的经济冲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蔡林巴黎报道 台湾的国家卫生研究院宣布 成功以SARS抗体研发出了 可以测试武汉肺炎的快筛试剂 最短10分钟到15分钟就能够有结果 将进一步确认检测效果后 启动招商量产 请听本台记者夏小华法治台北的报道 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4月2号宣布 成功以SARS抗体研发出 可以检测武汉肺炎的快筛试剂 10到15分钟就有快筛的结果 台湾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梁耕毅 2号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说 我们是已经可以认识那个病毒了吗 那现在就是看灵敏度跟那个专医性 正在做这个吗 然后我们夏日已经公开 一公告我们夏日大概会跟厂商说明 能看有没有厂商有兴趣 如果有我们是怎么去领选一个合作吗 国务院指出 武汉肺炎的快筛方法将比照流感 踩鼻腔黏膜剪体进行测试 就像是验韵棒一样 大约10到15分钟就会有结果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 陈时中2号表示 现在都跟这个CDC这边在做一个讨论 看怎么样能够快速的来验证它的效果 那如果是有效的话 那尽快能够上市 台湾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号公布 新增10例确诊的个案 累积确诊339例 而新增的8例为境外移入 2例是本土的案例 其中一名是社区的保全人员 感染源仍在调查中 该名保全是否可能曾经接触 无症状的感染者 陈时中说 香港媒体日前揭露 中国大陆官方公布 所谓清零的背后 隐瞒了4万多个 不被纳入确诊数字的 无症状个案 形同中国疫情的黑洞 台湾疫情指挥中心2号 被问到台湾确诊者中 无症状的个案数 指挥中心召集人张上纯说 到昨天为止 329例里面有15例是无症状 採检阳性 那这在全部的症状的比例 大概4.6% 确实有些所谓的无症状 它还是可以在相当长久的时间 例如说到两个礼拜的时间 也是有出现过的 有一些个案所谓的症状前 就可能被塞出来 那塞出来以后 之后才出现症状 这在国外也有不少这样的一个个案 然后所以开始的时候无症状 那筛减阳性以后后来会出现症状 台湾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林先和日前追踪 分析台湾本土武汉肺炎个案就指出 最高风险者往往是防备最少的同住家人 而新冠肺炎和SARS传染的日程非常不同 它在感染的初期就有高度的传染力 所以应该扩大调查确诊者的症状出现前几天的接触者 以免产生漏洞 台湾在欧洲美国疫情大爆发之后 最近三周增加将近300个确诊的病例 绝大多数是从境外移入 有学者呼吁应该比较韩国针对所有的民众筛检 最起码在机场对每一位入境者都筛检 以降低病毒在社区扩散的机会 指挥中心2号宣布 3号起入境的旅客凡是有发烧 呼吸道症状者在机场裁检之后 将直接由防疫车队送到集中检疫所等待裁检结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夏小华台北报道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路透社4月2号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披露 中国财政部预计下周三发行千亿国债 以应对新冠疫情造成的冲击刺激经济 其中预计招标的两年和五年期国债发行量 分别为500亿和570亿元人民币 总计高达1070亿元 五年期发行规模为1999年以来的单期新高 总部位于法国巴黎的国际人权组织 吴国借记者敦促所有中国驻外使节 停止诋毁在报道新冠疫情中对中国当局提出批评的新闻媒体 该组织表示 疫情持续扩散全球而中国境内驱稳之际 北京当局却利用其驻外使节发动了一场全力诋毁任何刊登 不利于中方防疫问题的新闻记者 无国界记者敦促中方立即停止相关行动 在武汉肺炎疫情爆发过程中 多位中国的公民记者在当地遭到强制失踪 至今下落不明 由美国议员呼吁对此予以调查 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众议员吉姆·班克斯 近日致信美国国务院要求敦促中方调查方斌 陈秋实和李泽华等人的安危状况 据香港电台4月2号报道 该电台因为日前采访世卫组织官员提问涉及台湾 遭当局问责 听众朋友 这次的亚太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